结婚第三年纪念日,妻子苏杰背着我,偷偷在网上订了情绪套房,还买了一双蕾丝丝袜,我开心地前去赴宴,灯还没开,就被如饥似渴的她按倒了床上,都老夫老妻了,别心急。 我嘴上那么说,身体可是很诚实的很,不仅把苏杰专门为我穿的蕾丝丝袜丝袜丝了个一干二净,还开始挑起了情,可就是这时,酒店的门被人一脚踹开,黑暗中几个身影朝着我劈头盖脸地打来,嘴里还不停地喊着,找死。 你敢睡我妹子,我睡我老婆,怎么就被人打了? 你们有病吧? 这是我老婆。 我裤子都来不及提,双手护着头,对这几个突然闯进来的不速之客大声喊骂,此时,酒店的灯的被人打开,为首的那个男人,手指正指着床上一个女人,杀气腾腾地问我,看清楚了。 这是你老婆吗? 我瞪了她一眼,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,这才发现身后床上躺着一个卷发美女,人裹着酒店的白色床单,胸前的波涛汹涌,随着阵阵抽气呼之欲出,嘴里还不停地喊着,啊。 强奸啊,强奸啊,你们是谁? 这不是802吗? 我老婆呢?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,第一反应是,苏杰去哪里了,会不会被这几个男人绑架了,因为是房间是苏杰准备的惊喜,房间号我记得特别清楚,进门的时候,也再三确认过门牌号的,这些人闯入苏杰定的情绪房间,还安排一个没穿衣服的女人勾引我,是想干什么,什么802。 这是801,你睡了我妹,还是想想这事情这怎么处理吧。 领头的对睡我的脸又是一巴掌,若不是身后有两个兄弟拦着,他那脚还打算朝着我的二弟踩去,也是这时,我的电话响了。 苏杰的电话打了进来,真巧,你老婆的电话啊。 领头的男人一声大喝,接了我的电话,还直接开了免提, 林峰,我都到了802了,你怎么还没来啊? 电话里,苏杰的嗓音甜美,甚至带着一些娇柔,你在802房间。 苏杰电话里提及802,听得我一头雾水,难不成,真的是我走错房间了? 不过我的思绪,很快就被那个领头男打破,林峰老婆是吧,隔壁801。 你老公把我妹子睡了。 领头男人直接把电话挂了,吩咐两个人去隔壁。 把苏杰请过来,他一脚踢在我的小腹上,推了一口唾沫。 等着,你玩我妹子,我也玩你老婆。 你敢。 因为苏杰的电话,这会儿我已经有些确定,是自己走错房间,但是我总觉得,眼前的这一切,像极了指在新闻上看到的新人跳,到底是哪里不对呢? 苏杰是被人推草进来的,他一进来人就傻了,呆呆地望着我,眼泪不争气地巴达巴达往下落。 林峰,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? 苏杰失控地捂着嘴,眼泪擦了一遍又一遍,看我的目光也越发绝望。 苏杰,你相信我,他们这是仙人跳。 我跟苏杰解释着,可他目光死死盯着我的下半身,以及床上的那个女人,苏杰是吧,要么我们报警,要么你陪我睡一觉,咱们算交易。 为首的那个男人话语轻挑,色眯眯地从上到下打量着苏杰,你敢睡我老婆,我跟你没完。 我发疯一样地朝着那个男人冲去,却因为对方人多,再次被摁在地上。 别,别打我老公,也别报警。 苏杰擦着泪,恳求地看看那个男人,您想要多少钱? 你挺上道的。 三哥我说话算话,不多,二十万,这个事情也就到此为止。 三哥依旧色眯眯地看着苏杰,还伸手去勾苏杰的肩膀。 老婆,报警,我跟这女的什么都没做过,咱们不怕啊。 我继续强硬道,二十万,这不就是仙人跳吗? 况且,二十万可是我跟苏杰省吃俭用三年菜攒出来,打算过段时间给苏杰开家梦寐以求的小花店用的。 大不了,就真的闹到警察局去,我就不信,这些人不怕。 林峰,你闹够了没?苏杰却歇里私底地冲我打了过来。 他哭得妆都快花了,那要打向我的手,始终没落下去,我们给钱,但是你们要立个字句,不能再威胁我老公。 苏杰想面面俱道,剩下的事情几乎都是他跟那个三个交涉的,包括取钱,再去医院帮我买药。 等他开车带着我回家后,直接去主卧抱着被褥离开,走到我身边的时候,他站住了脚,用已经哭到沙哑的嗓子,对我说了一句话。 林峰,你太让我失望了,离婚吧。 苏杰的这句话,像是一把匕首一样搁在我的心上。 苏杰,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走错房间,但是我真的觉得这其中有什么不对。 我上前抱着苏杰,想用惯用的一个吻,平息两个人之间的隔阂,好坐下来仔细聊聊。 砰,苏杰推开了我,那团被褥挡住了我们彼此的视线,过了好久。 他才开口,我不想听你跟别的女人都干了什么肮脏的事情。 我嫌弃脏,你就不能听我解释吗? 我苦声哀求道,林峰,那你能拿出证据证明吗? 苏杰哭红了眼,委屈又失望地看着我。 当初苏杰嫁给我时,新婚当晚,我们才同房,那是他的第一次,所以我知道他一直很传统,情爱上也有洁癖。 也曾经数次说过,只要我跟别人的女人在外发生关系,就离婚的言论,我也数次保证,绝对不会。 这一次,我敢保证我是被人嫁祸出轨,但是我没有证据,而且还赔进去了用于给苏杰创业的二十万。 明天一早,我给你一个说法。 我没再去拦他,几乎一晚没睡,想了整整一个晚上,早上去用兜里所剩不多的钱,给苏杰买了早餐,我不想吃。 苏杰拒绝了我,甚至不想多看我一眼,吃吧,吃完带你去离婚。 我将离婚协议书放在他的面前。 第一次在他面前流泪,我会净身出户,将这套房子以及车都留给你。 不过老婆,等我把仙人跳这事情整明白,证明我们的清白,我也希望咱们能复婚。 看着苏杰双眼泪花的点头,我默默叹了一口气,起身将家中所有东西摆放位置,仔细列一张清单。 苏杰不爱做家务,许多东西都不知道放在哪里,最后站在小区楼下,我即将为这个家最后一次丢掉垃圾,那垃圾袋却被划破了一道口子,一个的粉白相间的棒棒露了出来,燕运棒。 那是一根燕运棒,燕运棒是两根杠,苏杰怀孕了,我站在楼下,被冷风吹到脑瓜糖,脑海里却是喜悦,既然怀孕了,我跟苏杰之间是不是又有了希望? 我有些开心的飞奔回去,刚要按动电梯,却发现手机收到一条短信,林峰,你真的了解你的老婆苏杰吗? 你其实不了解,因为你的老婆就是个当妇。 卧槽,骂我没事,你骂我老婆,我得问候你全家。 我刚要打电话骂回去,另一条视频短信,接着而来,当我点开的时候,我整个人都蒙了,视频光线很暗。 镜头也有些晃动,可那中间的主角,真的是我的老婆苏杰,她跪在别的男人胯下,美目瞧盼,深情地望着别人的男人,伺候着对方。 她穿着蕾丝内内,扭捏身姿,胸前的还有一颗痣,确定无疑,就是我的老婆苏杰。 丁,也是这时,电梯也到达了我们的家,我站在门口,突然就不知道该不该进去。 刚刚,我得知苏杰怀孕了,喜极而泣,可我也同时得知,苏杰在外给我戴了一顶绿帽,五雷轰顶,我还要问那个孩子吗? 如今,我怕事都搞不清楚,苏杰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。 可我,居然有些侥幸,苏杰是不是被人逼的,他会不会有什么苦衷,我站在门前,手握避孕棒,不知道到底应不应该走进去。 屋内,苏杰的微信铃声却突然响起,声音很近,苏杰正在换鞋处,喂,房子到手了,林峰愿意净身出户。 苏杰声音中那里还有之前的委屈同沙哑,甚至还有点高兴,能有什么变数,我们一会儿就要离婚了。 宝宝,老公孩子现在还不到一个月呢,不会因为我假哭而出什么意外的,咱们就等着这套房子到手吧。 我在门外,清楚地听到了苏杰跟别的男人的对话,现在我才知道,苏杰想离婚很久了,只不过苦于没有理由,而且孩子真的不是我的,他们还想要我这套房子。 好了,好了,我这就下楼,去找林峰了,明天我就不用再看他那张丑脸了。 苏杰说着,将电话挂掉,似乎马上就要出门,我后退几步,匆忙躲到布梯位置,直到听到电梯洗下去。 才沮丧地从布梯出来,结婚三年,我一直就是朋友圈中的王者,大家都说苏杰是明星颜值,超模身材,说我林峰简直是走了狗屎运, 我承认我的的容貌配不上他,因此我们结婚以来,苏杰没有做过任何家务,生活以及造人事业上也处处尊重他,他不喜欢姿势,不喜欢的活,我也从来没有强迫过。 因为我觉得苏杰就是天鹅,我就是癞蛤蟆,癞蛤蟆是要爱护天鹅的,可是癞蛤蟆的细心守护,得到的却是一顶绿帽子。 为什么?苏杰为什么要背叛我? 为什么? 我一手掐着验韵棒,另一只手拿起电话,给那个发短信的陌生号码打了过去,既然对方有意要让我知道这些那么苏杰的其他的事情,对方肯定也知道不少,那个电话打了很久,我甚至数次打过去,可惜次次都被对方无情地挂掉,反倒是苏杰的电话接踵而至,我本不想接。 其料他却一个又一个打过来,林峰,你人在哪里?今天到底要不要离婚了? 接通电话,苏杰一贯柔弱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,只不过这一次却带了一些不耐烦,老婆,你是不是怀了我的孩子? 那一刻,我嘴巴不受指挥地喊出了这一句话,林峰,你疯了吧?苏杰在电话那头安静了许久,压根没想到我会突然冒出去这句话来,我在垃圾桶内翻到了验韵棒。 既然你怀孕了,能看在孩子的面子上,给我一个机会吗?我的声音带着几分低三下气,甚至还有几分哀求,可我心里很清楚,不离婚,不是因为对苏杰还有感情,而是他婚内出轨,怀了别人的孩子,还想借着我犯错的时候离婚,拿走房子。 凭什么?但是,林峰,你出轨了。 苏杰在电话那头安静了许久,大约是没想到我会发现他怀孕的事情,他义正言辞地拒绝我,又道,我可以自己抚养孩子。 不管你说什么,你骂我打我都可以,反正我是不会离婚的,我也不会让你自己带孩子。 我想,这件事情,要是闹到你父母面前,你父母也不会同意吧? 我不甘示弱地威胁他,气得苏杰直接把电话挂掉,苏杰一直是他父母眼中的乖乖女,老两口为人非常传统,绝对不会同意我们离婚,更别说是是在苏杰怀孕的时候谈离婚。 所以,苏杰想要离婚,的确是要跟我偷偷摸摸地离,之前,我选择尊重他,但是现在,啊,苏杰想离婚,最起码要等我搞明白我被仙人跳的原因,证明自己的清白,再把苏杰出轨的证据拿出来,让他净身出户。 苏杰很快就上了楼,眼圈红红的,依旧跟我分房睡,我随他去,看似待在家里反省自己,却时时刻刻注意着苏杰的电话,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,苏杰不可能不找隔壁老王商量对策,同时,我也再次给那个陌生号码打了几次电话,还加了对方的微信,可是对方依旧没有回音。 反倒是苏杰那边,半夜突然有了一些细微的脚步声,甚至,那些脚步声还距离我越来越近,我连连忙闭上眼睛,洋装假睡,临风。 苏杰在我耳边轻轻喊道,见我没有反应,居然直接走了,过了不一会儿,门口传来苏杰关门的声音,我连忙起身,看到车钥匙也被苏杰拿走,心里完全会议他是去找隔壁老王了,同时也有些难过, 苏杰呀苏杰,你就这么着急去见外边的男人吗,还开着我的车,我哭笑不得打开手机,家中的车子一直有GDP定位,是同我手机绑定的。 所以,我甚至都不用着急去跟上去,也会知道苏杰去哪里见了对方,很快,车子定位在了距离家不远处一家的渊源旅馆,我还是打了一个滴滴,追到了渊源旅馆,所幸,那只是个临街四层的小旅馆。 深夜,大部分客房都已经熄灯,我很快就用排除法,将目标锁定在二楼跟四楼的几间房间,又音隔音差,终于在四百二十二听到了苏杰的哭声,怎么办? 林峰以为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,怎么也不肯跟我离婚? 苏杰委屈的声音从屋内传来,很快却又变成了扭捏的声音。 啊,嗯,轻点,听着屋内苏杰那气喘吁吁的声音,我的拳头不由地紧握,操,都怀孕了,还出来跟男人玩这种游戏,这不就是出轨的证据吗? 我毫不犹豫,打开手机录音,贴着门偷听,啪,突然,屋内传来一阵巴掌声,以及男人闷哼声,你着什么急? 可是,苏杰还想再说什么,却又变成了不清不楚的叫声,我跟你老公那个厉害。 那个男人还问了这个问题,嗯,当然是三哥厉害,嗯,那是男人与女人的那点事上特有的声音。 也是三年来,我头一次听到苏杰在那点事上的主动,而男主角却不是我这个丈夫。 羞辱,愤怒冲上大脑,我手举起来,就想直接踹门进去桌间,可下一秒,屋内的动作戛然而止,那个男人再次开口,你特么的着什么急? 给他安排仙人跳,把婚内财产二十万骗到到手了,再骗他一套房子,会有多难。 也对,不过是把门口的房牌号换了一线癌,就骗到他了。 苏杰也跟着笑了,三哥说的没错,再计划把房子骗过来,也不是很难。 这句话,无疑让我舞雷轰顶。 我一直以为结婚纪念经历仙人跳,是我大意走错房间,却不想到,我所经历的仙人跳,是苏杰同仁的一场经安排。 等于说,苏杰离婚,不仅想拿走了那套房子,还骗走了婚内我们共同的二十万财产。 他的心也太狠了,可是,我们能用什么办法呀? 苏杰问向三哥,两人的声音明显小了很多,我也紧贴门前,将手机的录音机,尽量靠近门前。 三哥,你玩完了没? 却是这时,四百二十二隔壁房间的门突然开了,一个黄毛叼着烟。 满身酒气,正朝着这边走来,他也看到了我,指着我,大喊了一声,林峰。 三哥,林峰。 林峰在你门前偷听呢? 我这不叫偷听,是叫捉奸。 我原本就一肚子怒气,见被人识破了,直接朝着黄毛踹去。 怎么的,你爷爷,我以前大学也是散打的冠军,对付你一个黄毛小子。 我的话,最后还是没有说完,因为四楼上还有几间房,房门打开,都冲着我而来。 苏杰跟三哥也提着裤子从房间出来,看到是我,满脸错愕。 最后还是苏杰注意到我手上的手机,抱着三哥的胳膊,大声喊道,三哥。 林峰的手机肯定录到我们算计他的谈话了,不能让他带走手机。 抢!三哥发话,那十多个小伙子冲着我扑来,有本事你们就真的抢到。 我一股脑袋地朝着楼下跑去,一路上还不忘把障碍物扔在地上,因为我很清楚,双手难敌死拳,好汉难敌群殴,要真被抓住了。 我赢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,最后那些人还是在一楼围住了我,我同他们打成了一片,我最后还是输了。 在四五个年轻小伙子扑到我身上。 一个人抱着我一根大腿时,我倒下了,哪怕我把对方揍到鼻青脸肿,藏在口袋里的手机还是被人掏出来递给了三哥,你老公挺聪明的嘛。 三哥搂着苏杰,见我恶狠狠地盯着他们,那只手更是当着我的面故意捏了捏苏杰的屁股,然后直接将手放到了不该放的地方。 三哥,你不要这样。 苏杰欲拒还迎,三哥的脸就更得意了,多刺激啊,当着你的老公挽你。 畜生! 我平生就没这么被羞辱过,也从来没这么恨过一个人。 我咒骂着,趁着压着我的人不注意,一脚朝着三哥裤裆踢去,你们这对肩夫淫妇。 有本事,就别让我活着回去。 我踹完男的,就踹女的,可身后的人已经反应过来,迅速将我捆住。 苏杰,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? 我对你那么好,你却联合别人害我。 我还是问出了这个问题。 苏杰,那是我曾经最爱的女人,那是一个表面多么乖巧,善良的女孩子啊。 刚认识的时候,我是教音乐的,苏杰是跳舞的,我们算是同事,相识出不久。 她家中遭遇变故,是我一直陪着她,还帮她赶走她身边那些吸血的亲戚。 她曾经那么依赖我,那么委屈求全地让我不要离开她,可谁会相信有一天,她不仅仅出轨,还把我算计到尘埃里。 林峰,你是什么东西? 敢打三哥? 苏杰不满地护着被打的三哥,突然就上前给了我一巴掌,你不是问我为什么要背叛你吗? 因为三哥是我的初恋,他才是我从小到大都一直爱着的人。 而你林峰,每天就知道黏着我,你就这么喜欢当田狗,这么不要尊严吗? 田狗,我的脸火辣辣的,哪怕那些人痛打我时,我都不觉得痛,反倒是苏杰这一巴掌,痛到我心里去了。 原来,我这些年对苏杰的好,在他眼里那叫田狗。 我的体量,银河,在他的眼中是毫无尊严,哪怕,眼前的三哥,头发都没有几根,还有发福的啤酒度,可这一切都盖不过初恋两个字,还有林峰,你最好明天就跟我去离婚,净身出户。 苏杰又不耐烦地继续开口,因为,我一天都不想看到你这张脸。 凭什么? 出轨的人是你,拿走婚内财产的人也是你。 想要离婚,你净身出户。 这样的老婆,的确没有再要的意义,就当我三年青春喂了狗,离就离,凭什么? 凭我们有你出轨的证据啊。 三哥走上前,一脚将我踹倒在地,听说,你是个教音乐的,不少小姑娘都跟你学习。 要是我把你出轨的照片发给那些家长,你说,你这辈子还能接到活吗? 还有你那个心脏不好的老妈。 苏杰也提醒了三哥,结婚三年,苏杰很清楚我的软肋,就是我老妈,老太太从小独自把我拉扯大,心脏不好, 人受不了什么刺激,知道我出轨,怕是会直接气死,离。 我离。 我瞪着苏杰,看着他跟三哥脸上纳得一无比的笑,这一刻,我知道我彻底输了,但我知道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他们的。 老公,你早这么听话不就好了? 苏杰委屈地看了我一眼,他跟三哥还想让手下打我一顿,却听到门外有人出声大喊。 警察来了,听到警察要来的消息,三哥那群人把我丢下,跑得比兔子还快,你是被谁打的? 警察很快也夺门而进,看到我脸上的伤口,惯地询问我,我自己摔的。 我坐在地上,犹如一条狗一样,去捡我那屏幕摔坏的手机,三哥那群人压根不在乎我在警察面前说什么,也可以说,根本不怕我乱说,因为,他们可以拿老妈无情地威胁我,不是你报的警。 你不用害怕,我们就是保护人民群众的。 警察看到我脸上的伤,猜到了我有什么难言之隐。 警察同志,不是我报的警,我也真的是摔伤。 我捡起手机,摇摇晃晃就往外走。 那几个警察看着我,一副欲言又止,再想跟我过来,却又被我喝退,其实我也想报警,但是有些事情,我堵不起。 索性手机除了屏幕摔坏外,勉强能用,只是手机里,我那些录好的证据,都被彻底删空,我去买了酒,浑浑噩噩地喝了一碗。 第二天一早,三哥跟苏杰就带着我去了民政局,走完流程后,便是漫长的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。 林峰,这一个月内,你最好不要耍什么花样,否则我们绝对不会心思手软。 苏杰带着三哥登堂入室,把我撵出了房子,我不敢回我母亲的房子,在外租房,每天浑浑噩噩地酗酒,我之间也想过报复,甚至也调查过那个三哥,三哥表面是做正经生意,实际上养着几个女人跟打手,专门做仙人跳的,在这一地带,也算是出了明的的恶霸,加上他三番五次,暗地又拿母亲威胁我,让我不得不忍了下来。 直到那天,我收到了老妈邻居打的电话,林峰,你妈突发心脏病,快来医院。 我着急忙慌赶到医院,母亲已经进了手术室,周姨,谢谢你。 如果不是你,我妈。 我不敢想下去,我什么都没有了,只有剩下一个从小把我拉扯大的老妈了。 小风啊,你怎么这么糊涂?这么重要的事情,你怎么瞒着你妈? 周姨不争气地望着我,你妈看到苏杰跟一个男人在一起了,周姨跟我仔细说来。 几个小时前,老妈跟周姨去超市买菜,刚好撞见了苏杰。 老妈看到苏杰,拉着苏杰询问什么,却看到了三哥,他们两个人不仅仅告诉了老妈离婚的事情,苏杰还说自己怀了三哥的孩子,更栽赃,是我先出轨。 你妈被气到心脏病发作,人快晕的时候,还一个劲地跟附近的人解释,说你是她亲手带大的,你绝对不是那种婚内出轨的人。 周姨的话,像是一把枪,直接打在我的心脏上,苏杰跟三哥逼迫我净身出户,离婚也就算了,居然还对一个快要入土的老人恶语相加。 我的老妈,她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,要被我的事情连累到生死未卜。 小枫啊,听说那个苏杰一分钱都没给你留,周姨手里还有五万块钱,等会让叔叔给你送来。 周姨语重心长地开口,提醒我,眼下,你母亲的病才最重要。 周姨,多谢。 我没有拒绝周姨的好意,母亲的心脏手术很费钱。 而我刚刚净身出户,身上的确没有多少钱,我试着给几个混得比较好的朋友打电话,想要周转一下,可平日里关系铁朋友们,不是孩子上学用钱,就是生意周转不过来。 还有两个,电话听说我要借钱,竟然直接挂了电话,把我拉黑。 最后,我求爹爹告奶奶,就差给人跪下,才勉强凑够了两万。 正当我一筹莫展时,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进来,那是个陌生号码,却有些眼熟。 那个号码是当初告诉我苏杰出轨,是我曾经打了无数次都快背过的陌生号码。 林峰,听说你母亲住院了,你想要报仇吗? 电话里,居然是个女孩子娇嫩的声音,我想不想又能怎么样?赢了我能有钱吗? 我怒吼道,若在半个月前接到这个电话,我肯定一股做气应下,不把苏杰跟那个叫三哥的秃头男收拾彻底,送吃牢饭,就不叫林峰。 毕竟,是个男人也接受不了自己头顶有顶绿帽,可是现在,我母亲躺在手术室上,我最需要的,只有钱。 这是多么现实又残酷的一个问题。 林峰,那如果我给你钱,让你对付苏杰跟三哥呢? 电话里,那个女孩子不急不躁,你应该查到了,三哥专门给人吓仙人跳的。 后天,他会让苏杰跟一个女的共同仙人跳一个男生,我希望你可以报警。 报警有用吗?就算是警察到了现场,就一定能治他们的罪。 跟陌生的人开房,顶多会被关几天,教育,这样的教训,不痛不痒,压根伤害不到那对狗男女。 我没兴趣同那个女孩讨论这个问题,冷嘲热讽地把电话挂了,继续打电话,找人给母亲凑医药费。 殊不知,那个女孩又打了过来,林峰,十万,我给你十万举报她们。 十万,听到电话里女孩子开口的十万,我承认我心动了,母亲后续应该会做心脏架桥手术,有这十万,或许可以救母亲的命。 你跟她们,有什么仇,有什么怨? 我没有拒绝,这次也学聪明了,生怕对面又是一个圈套,林峰,你在哪家医院? 电话里的女子叹了一口气,我们见面谈。 好,女孩跟我订的是医院对面的一家餐馆,已经过了饭点,餐馆里人很少, 我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女孩,素面朝天地冲我招手,我们在哪里见过? 对方虽然没化妆,但总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,似乎在哪里见过。 林峰,我就是那晚你走错房间,不小心睡错的人,顾兮兮。 顾兮兮点了一碗老母鸡汤。 将菜单推给我们,对了,你上次在渊渊旅馆被打,也是我帮你报的警。 你是三哥的人,还要出卖三哥? 我先是有些生气,后又反应过来,顾兮兮之前告诉我苏杰出轨,后又帮我报警。 她应该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,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。 顾兮兮将一张裁剪过小纸递给我,那是六年前的旧报纸。 一个男人因为被人逼债,从十八楼跳下来自杀的事情,这种事情,现在其实很常见,但我觉得顾兮兮既然让我看,那就代表这件事跟三哥有关系。 也有可能跟苏杰有关系,三哥就是当年的债主。 那苏杰呢? 顾兮兮没有正面回答我,反而将一部手机放在桌上,母鸡汤上了,她喝着汤,热气腾腾下,那张脸越发模糊,我也接过手机,听顾兮兮说起了这件往事。 但是,那个男人,是我哥,他欠的根本不是什么赌债。 顾兮兮淡淡开口,像是再说一件跟他没有关系的事情。 六年前,顾兮兮的哥哥顾东在这座城市读大学,虽然家境贫寒,但因为努力,加上长也不难看,一直颇受女孩子追捧,不过她知道自己为什么出来读书。 别说恋爱了,就连女孩子都几乎不曾多看一眼,可她,却一不小心参与到了一场英雄救美当中,顾兮兮遇见一个男人在学校门口,强行把一个女孩子往车上拉,女孩子在反抗,在求救,顾兮兮想起了自己的妹妹,一时之间救了女孩,阻止了这场闹剧。 两天后,女孩在学校偶然撞见了顾东东,作为感激,请顾东东吃了一顿饭,可就是这顿饭时,她被人敲晕,醒来发现自己跟那个女孩一起躺在床上,而她需要支付一大笔的赎金,否则,对方就要把她送去坐牢。 还拿她的父母来威胁,听到这里,我突然就哽咽了,苏杰就是那个被救的女孩吧。 至于那个男人,是三哥。 顾兮兮没有否认,那个时候,网络不发达,监控也少。 我哥的死,大家都以为是欠了钱,活该死。 我却记得,那时候,我哥电话跟我说过,说他救了一个女孩叫苏杰,就连去赴苏杰的范约都告诉过我。 就是那个晚上,我哥就变了,沉默焦躁,没过两天又自杀了。 我觉得我哥死得没那么简单,去哪个学校读书,假装学妹身份认识苏杰。 我说我没钱,苏杰给我介绍了新人跳的工作,顺藤摸瓜,也认识了三哥。 我努力取得他们信任,甚至我也参与仙人跳。 我第一个仙人跳的对象,就是你。 因为你,我成功取得了三哥的信任,也知道了你被净身出户,母亲被他们住院的事情。 我也隐约提起过,仙人跳会不会闹大事情。 他们就提起六年前,苏杰跟三哥两人吵架,一个叫顾东东的大学生英雄救美, 然后被他们仙人跳了。 说到这里,顾兮兮把老母鸡汤推到一边,你知道吗? 他们当时是当作一个笑话来讲,他的眼圈通红,泪水在他眼中打转,这些我都录下来了。 可是我知道,报警不能只有一个录音,所以三天后,他们策划的仙人跳,我会同苏杰一起参与。 你需要我配合你报警,是吗? 我明白了顾兮兮的动机,心里有些心痛,顾东东的自杀,在他们眼中是个笑话。 而我,也不过是他们眼中的笑话而已,我会帮你的。 我坚定地答道,带顾兮兮兮把钱给我时,我补了一句,他们不会有好结果的。 三天后,我如实举报了三哥他们仙人跳,三哥,苏杰,顾兮兮都一一被抓,顾兮兮反水了。 他拿出了他们害死顾东东的录音,还拿出三哥日常逼迫他接客仙人跳的视频,警察根据消息,也查出出三哥还参与贩毒等等的事情。 一桩桩一件件,都足够三哥他们吃一辈子劳饭,不过三哥对苏杰也还不错,大约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,竟然将全部的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。 同一天,顾兮兮跟苏杰同时出来,看到是我去交罚款熟人时,苏杰还以为我想和好,老公,我错了,我不会同意离婚的。 我们的离婚冷静期还没过,一方不同意离婚,这婚就离不成。 苏杰,你是等我给你当接盘侠吗? 我掏出手机,将一段视频发给了她,那是我们结婚纪念日当天,我被仙人跳的视频。 其中,就有苏杰同外人转移,骗取婚内财产的事情,接下来,律师会跟你联系的。 我拉着顾兮兮,背影都不愿意给苏杰留一个,几个月后,手术成功的老妈身体恢复健康,我同苏杰的离婚官司也有了结果。 她因婚内转移共同财产,出轨等等,分到手的只有十万块钱。 她不甘心,日日打电话威胁我,还三番四次惊吓我老妈,你到底想干什么? 车子送你行了吧? 苏杰,见好就烧。 那辆车,是结婚前所买,只写了我的名字,开了几年,我很爱戏。 依旧崭新,就给一辆小破车,林峰,我这么多年青春,真是喂了狗。 苏杰很不满意,但还是开走了那辆车,林峰,你要小心,苏杰还会纠缠你的。 两天后,顾兮兮打电话给我,她马上就要离开这座城市,临别之前,善意提醒我,她有本事,就继续折腾。 我挂了电话,趁着天气好,打算陪老妈去楼下逛逛,就是这时,我接到了一个电话,请问是林峰先生吗? 我们是保险公司,请问您之前是不是为苏杰女士购买过一份人身意外写,受益人写的是您? 是的,想起当初,请到农时,我背着苏杰买了两份保险,一份是喂自己,受益人是苏杰,另一份是买给苏杰,受益人是我,是这样的林峰先生,苏杰女士昨天晚上意外出了车祸,一失两命,不过你们,只为大人买了保险。 我司大概能赔给您大人的钱,你看可以吗? 可以。 我淡定地挂了电话。 我淡定地挂 Cad Massive 我淡定地挂了电话 skip 织小打开 也是这样的见解 不安、随似小线 明说明的话,打扮你的世her